我想香港人是收貨 但是發展局局長特區政府做的諮詢 是黑箱作業 誤告公眾 我們不能夠接受 我想問發展局局長 湯桑波 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特首梁振英 你老頂啊 在2008年有一篇文章是他自己寫的 你回去要做功課 他講明當時他的身份寫了一篇文 是說他支持香港的邊界 要向藍儀 是說港同城 是要香港的邊境無互放 湯桑波 你知不知道 湯桑波 我一次過問了 吳自森回答我問 就是根據他的資料搜集 在2010年規劃處處長梁振暉 接受國內南方都市日報的訪問 他講到特區政府 竟然在香港人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是去諮詢國內深圳的居民 說要在香港 建一些地方 商場 令到國內的人 更加容易來到香港人 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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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感谢观看